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晚上 他的门头下海边去 上了场 要过海往加百能去 天已经黑了 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忽然狂风大作 海就翻腾起来 门头摇楼 约行了三四里路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 渐渐进了泉 他们就害怕 耶稣对他们说 是我 不要怕 门头就喜欢接他上场 场历时到了他们所要吃的地方 第二语 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场 只有一只小船 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头上场 乃是门头自己去的 然而 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 靠近主 祝谢后 分饼给人吃的地方 众人见耶稣和门头都不在那里 就上了场 往加百能去找耶稣 既在海的那边找着了 就对他说 拉比 斯几时到这里来的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容身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质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质是父神所印证的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问候我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无比感谢神 我们能在这美丽的春天拜他 美景显明在他所有的荣耀里 到处鲜花盛开 今天的经文也是出自约翰福音第六章 有人问耶稣 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换句话说 我们信仰亲自拆来的耶稣 神就喜悦 这是今天经文的核心教训 耶稣咒谢五支大麦饼和两条鱼后 喂饱了无数饥饿的以色列人 所以吃到过这饼的众人 都跟随在耶稣的身后 耶稣知道他们想迫使自己 做他们的网 于是再次独自上山 门头先上山 独自乘船去了加百农 他们到了大海中央 天色已经暗下来 但耶稣还没有到他们面前 这时海上狂风大坐 随进泉舱 门头开始往泉外摇水 未至站立 主在狂风暴雨中 在海面上向他们走去 门头认为鬼在靠近他们 更加害怕 但耶稣对他们说 是我不要怕 马可福音第六章五十节 耶稣上了场 很快和门头一起到了要去的地方 当耶稣和他的门头渡过海 到加百农时 使多人也渡过海 在那里找到了他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跟着我是因为你们吃过粮 还是因为你们看到过 我为你们行的奇迹呢 如果你们跟着我是因为 你们理解了行奇迹的意思 这样是好的 但如果你们跟着我是为了 吃更多的饼得饱 这样是错误的毫无意义 他这么说是因为肉体上的粮 一旦吃完和消化就没有了 所以耶稣说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冗生的食物劳力 人们接着问他 我们当行什么 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告诉他们 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有时我们也跟着主 吃肉体的粮 但是主告诉我们 要为那存到冗生的食物劳力 即使在从天下的罪念中得救以后 有时我们仍然发现自己不知所措 不知道我们应该做神的义工 但主说 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神为我们拆来谁 耶稣基督 父神非常爱世人 他拆来了他的独生子 父神拆遣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主说 父神已经印证了他的儿子 父神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拯救了我们 使全人类通过耶稣基督 领受罪孽得赦 做神的儿女 我们的父拆遣耶稣基督 作为人类唯一的救世主 人们常常想 我们确实想做神的工作 但怎么才能做他的工作呢 信仰神所拆来的 救死做神的工作 换句话说 信仰耶稣基督 正是神的工作 正如圣经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卷第四章十二节 除了耶稣基督 人类没有别的救世主 父神拆遣他自己的儿子 到世上 使人人都能得救 和进入天国 我们信仰被神拆来的 就是做神的工作 耶稣基督化成肉身 作为人降临于世 在约旦河接受 施洗约翰的洗礼 他一次性 涨嫁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因为我们肉体的远弱 我们不断地犯罪 直至我们死亡的那一天 但耶稣基督在接受 施洗约翰洗礼时 也次性肩负所有这些罪孽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血 他消除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永远拯救了我们 三天后 他从死亡中复活 升天 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因此成了全人类的救世主 现在我们做神的工作 就是接受神差遣而来的他 作为我们的救世主 即耶稣基督 我们在心里相信耶稣 借以拯救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就是做神的工作 这是神的旨意和我们的拯救 我们应该如何做神的工作 我们应该信仰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救世主 这就是做神的工作 那么你们怎么样呢 你们不是一直努力工作 想为神做些事情吗 你们仅仅为神努力做一些事情 并不意味着 你们实际上在做神的工作 而信仰神不可思议的奇迹 信仰他已经使我们完全无罪的拯救 才是做神的工作 所以正是我们的信徒 基于我们这些靠信仰耶稣基督 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 在做神的工作 即使在我重生前 我已经在领导一家教会了 当时我的计划是募集很多的钱 建造几栋大楼 一栋用作拜神的传手 另一栋用作教育中心 还有一栋用作娱乐中心 我想这是我从事的一项伟大的 全教事业应该做的工作 尽管我自己仍然是罪人 但这只是我自己的贪婪 但因为我在领受罪孽得赦后 学习圣经 我明白了耶稣在这里说的话 信仰被神拆来的就是做神的功 于是我改变了思想 那是因为圣经说 我们信仰耶稣基督 就死做神的工作 父神拆遣耶稣基督 和施洗约翰到了世上 我们非常清楚 父神为我们拆来了耶稣 但神也果真为我们拆来施洗约翰吗 我们是要从圣经里证实这个问题 约翰福音第一章六字七节说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拆来的 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换句话说 父神拆遣他的儿子和施洗约翰 到这个世上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所以做神的工作 就是信仰这二位所做的事情 神不希望我们办事武断 但他希望我们靠信仰神拆来的而得救 所以神说 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换句话说 凭我们自己的信仰 甚至不明白神的愿望 而是让悦情支配自己 自愿工作 全播福音 甚至牺牲自己 这些都不是做神的工作 信仰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 那些被神拆来的 才是做神的工作 关于施洗约翰 神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拆来的 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约翰福音第一章六字七节 谁是神拆来的 他是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这位人类的代表 和旧约翰最后的先居 他被拆到世上 见证光和耶稣基督 圣经说 施洗约翰是 富人所生最伟大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 施洗约翰在约旦河 施洗了耶稣 这是为了把世人的罪孽 斩驾到耶稣的身上 第二天 施洗约翰见证耶稣说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 施洗约翰这么说的意思是 他是神的儿子 正是人类的救世主 昨天我在他的头上按手 为他施洗 世人所有的罪孽都斩驾给他了 因此施洗约翰在这里见证 他已经施洗了耶稣 世人所有的纪念 现在都斩驾给他了 所以使多人愿意信仰耶稣 为他们的救世主 神差遣到世上的有两位 第一位是耶稣 第二位是施洗约翰 所以做神的工作 就是相信父神差遣耶稣和施洗约翰 信仰他们做的工作 你们是这么信的吗 今天使多基督徒不相信神 差遣施洗约翰 把世人的罪孽 斩驾到耶稣身上 而只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 这种信仰不是建立在 洗和圣灵福音的基础上 这种信仰的信徒 不信父神差来的 任何人只信耶稣的血 而不信施洗约翰 与耶稣共同所做的事情 那么他不是做神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全播福音时 我们必实全播耶稣基督 和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 因为他们是被神拆来的 所以那些信仰真福音的人 在全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同时还必实全播他柔和借着 施洗约翰给予的洗礼 斩驾世人的罪孽 这样全播的就正是全播 洗和圣灵的福音 第三 神差来他的仆人 信仰神的仆人就是做他的工作 在旧约里 神差遣过使都的仆人 旧约时代仆人无数 从亚伯拉罕到以撒 雅各 摩西 约收亚 以赛亚 以西节 耶利米 但以利 哈巴谷 尼西米 马拉基等等 新约里有耶稣的十二位门徒 他们手下还有别的仆人 我们称耶稣的门徒为使徒 使徒这个词 在希腊语中代表着使者 奉命被拆遣的 所以信仰被耶稣拆遣的实则 就是做神的工作 信仰这个时代被拆遣的仆人 也是做神的工作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不信神兴起的仆人 那么这意味着我们不信仰神自己 你们相信我是被神拆来的仆人吗 从人的观点看 我不能要求你们信仰我 然而当森民墓或保罗荣基祖 等人告诉别人要信仰他们 实际上使徒人确实信仰他们 但和他们不同 我没有信心说信仰我吧 我这个人有使徒缺点 我也有使徒自私自利的欲望 我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和信仰的弟兄们一起上桌 我看见美味的佳肴 我会当着他们的面端过来 遇到好的东西 我也希望滋味极油 当我第一次吃春圈寺时 我想要一些海鞘 我还记得很久前生活在海边时 多么喜欢吃海鞘 所以我和其他的弟兄们 一起买了一些海鞘 但供应的海鞘不多 我想如何与他们分享这么一点海鞘呢 我问一位弟兄 你以前吃过海鞘吗 他告诉我 他以前从未吃过海鞘 我告诉他 我整备教他怎么吃海鞘 我对他说 这海鞘 你在贝壳上嚼的时间越长 味道就越好 所以你们应该先吃贝壳 我吃了几块肉 他还在嚼贝壳 剩下的肉已经不多了 我良心上觉得故意不去 于是我告诉他 投出贝壳吃肉吧 他嚼了几下 所有的海鞘肉也就下痘了 后来我们又有了一次 吃海鞘的机会 这次我在桌上想起这点擦尺 不禁大笑起来 我对他说 实际上 以前我告诉你 先吃贝壳 是为了让你少吃一些 你这次还要先吃贝壳吗 从此以后 我们共享海鞘肉 你们从这段擦尺中可以看出 实际上 我真没有资格要求你们信仰我 在人的眼里 我是不可依赖的 但有一件事 我要你们相信 我是神的仆人 虽然我在吃饭的时候 开玩笑 我是不可信的 但你们必须相信 我信仰耶稣及其使者 全拨真理 如果你们相信我说的话 你们将得容身 领受罪孽得赦 在身体和圣灵上掺盛 虽然话是我说的 但是我全拨的并不是我自己的话 我信仰耶稣基督 全拨他的智慧 理解和信仰 所以我请求你们 信仰神拆来的仆人 这样信仰他们 就是做神的工作 信仰神的仆人 就是做他的工作 当你们听从神的仆人 你们就能被领向罪孽得赦 你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 得到他们的指导 你们就能过正确的信仰生活 你们的信仰就能得福 但是如果你们不信神 兴起的仆人会怎么样呢 你们最终会离开神的教会 也不能信神 当神做某些事情 他只有通过他确定的仆人 才能完成工作 神首先把得救的福音 以及如何应信得生 交给他的仆人 然后通过这些仆人 把这些道理告诉他所有的信徒 所以你们必须信赖神的仆人 我的信徒朋友们 你们信仰神的仆人吗 信仰神拆来的 就是做神的工作 有些人不信神的仆人 尽管他们已经靠信仰 洗合圣灵的福音 从罪孽中得救 这些人说 他们没有神的仆人信仰生活 也会过得很不错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换句话说 除非你们通过神的仆人听到 否则你们不能过正确的信仰生活 如果你们不信仰神兴起的仆人 如果你们不受他的领导 那么无论你们怎么领受罪孽得色 你们只能变成忠欲懒散的人 执行本不该的肉体工作 和别人争斗 相比较 如果你们真正听神仆人的道 你们就能信神 忠诚地执行他的工作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我身上 如果我是圣徒 那么肯定也有人向我全拨神的道 没有人向我全拨神的道 我不能过正确的信仰生活 我做过任何事情 我作为俗人侍奉过祖 我也做过世俗的工作 我几乎做过各种事情 所以我很了解你们的思想 我非常清楚你们应该如何侍奉主 我相信至今神已经在各个方面 陪圣了我 确定我做他的仆人 神为我们兴起了他的仆人 依赖神拆来的仆人 受他们的领导 就是做神的工作 我们必须这么理解和相信 如果你们不承认神拆来的仆人 那么你们也不会承认耶稣基督 如果你们不承认神拆来的施洗约翰 那么你们不能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 所以你们不能从自己的罪孽中得救和领受神的赐福 我们如何受神的领导呢 当我们信仰神兴起的仆人时 我们就能受他的领导 然而有些人不信神确定的仆人 这些人的信仰很快会枯萎 他们的信仰基督是错误的 他们告诉神的仆人要听他们自己的话 当神的教会里有使都自封的师父时 神的命令受破坏 教会里属灵的能力丧失 这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是圣经说 哥林都教会里的师父有一万 哥林都前书第四章十五节 这意味着使都人想拳拨他们自己的思想 而忽视被神兴起的仆人保罗 那么哥林都这所教会如何呢 这是一家完全混乱与放肆的教会 对于尽管到神的教会里来 却不信仰神兴起的仆人 而在思想上这样想 你是神唯一的仆人吗 我也是神的仆人 对于这些人 我是这样说的 你脑子有问题 你不计后果 自寻死亡 可拉和其他部族的250名领袖 秘母 攻击神兴起来的牟西和亚伦 明手记十六章一子三节 结果如何呢 地开了口 把他们都吞下吃 连同他们的家眷 以及可拉的人丁 财物 明手记十六章三十二节 圣经说 我们怎么做 才算做神的工作 你们信仰他所拆来的 就是做神的工作 尽管这话写在圣经里 你们是否仍然不信神拆来的 如果这样 那只能意味着 你们脑子有问题 那么 你们将面临属灵的死亡 当人首先信仰随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罪孽得色时 他当然能得治灵性上和身体上的疾病 因为他能获得思想上的和平 充满欢乐 身体和思想上的大多数疾病 都能靠自己得治 如果母人真正用心信仰主的福音 那么实际上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身体上失落 变得强壮 他们变得更加健康 从神的仆人那里听神的道 在神的教会里 喝属灵的奶 你们的信仰就会成长 你们就能享受到神的恩典和赐福 这是每个来到神教会里的人 应过的普通生活 然而尽管如此 有些人仍然顽固地 拒绝听神仆人的话 如果你们这么做 那么你们在神教会里的信仰生活 也将立即完蛋 无论你们的个人信仰多么伟大 神已经兴起他的仆人 使你们通过他们听到神的道 受他们的指导 所以说 那些忽视这一点 独自做神工作的人 凭他们自己从工作中得来的 律法主义信仰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他们勤勉工作的结果是好的 他们便心满意足 否则他们就感到非常的欲梦 现在以美德为本的信仰生活里 换句话说 即使他们在得救之后 也将再次陷入律法主义的信仰里 当然 在雅各书里有一段经文说 信仰没有行动是死的 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真信仰之后是行动 信仰神拆来的就是做他的工作 当我们首先信仰那些被神拆来的 耶稣和施洗约翰共同完成的工作 我们便从罪孽中得救 领受冗生的赐福 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有了得救和福气 我们的信仰工作从这里冗出 你们相信耶稣 涨嫁了世人的罪孽 甚从这个真理 正是因为你们开始信仰施洗约翰 神的仆人做的工作 以及他的见证 这就是你们应该做的信仰工作 表明你们确实已经得救 这是雅各书中这段经文的真正意思 但使多人不信仰神的仆人 他们不信神仆人 而实际上在心里讥笑他们 我的信仰朋友们 信仰施洗约翰承担的角色 信仰他是神的仆人 救死做神的工作 如果你们希望在灵性上成熟 在信仰上成长 被神领导 在余生过上被他赐福的生活 那么你们必是信仰施洗约翰 被神拆来的人 神拆来的还有其他人 神为罪人拆来他的仆人 神的百姓必是信仰 水和圣灵福音的见证人 这人应该相信义人的话 那就是做神的工作 耶稣告诉我们 要为那不坏的食物劳力 当这人从神仆人那里 听到福音时 他们便获得不服的容身 我奉劝你们在信仰生活上成熟起来 你们信仰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 已经得救 之后你们必是信仰神兴起的仆人 仆人的倒下或者兴起完全取决于神 在大魏王统治时期 有一位叫做乌萨的人 敢缺运送耶和华的约柜 因为牛师前提 约柜马上坠落 乌萨就伸手去福 他当场被击杀 撒摩尔记下第六章三字七节 神立即杀死了他 乌萨恐慌地扎住耶和华的约柜 因为约柜眼看就要坠落 为什么这么做是严重错误的呢 尽管他看到约柜要掉下车 他不应该吃福一福吗 我们或许从人类的观点来看 乌萨确实不该死在这里 但触犯神制定的条律 死不能容忍的 神亲自创造了我们 为了把我们变成他的百姓 他拆来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哈拆来施洗约翰 这两位共同完成了拯救工作 一位斩架我们的罪孽 另一位担当这些罪孽 我们无法判断 神亲自计划了什么 成就了什么 神的仆人做任何事情都能随意吗 不,当然不能 虽然我有时也会走自己的路 但我最终都顺从神的旨意 你们或许认为我做任何事情都是随意的 但我始终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办事 神的仆人在违抗他的旨意时 神会对他的仆人说 我已经反复告诉过你们 但你们仍然不听我的吗 他实际上不会在他们耳边说这些话 但他证明他们心里有罪 一旦神控制仆人的心思 他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神的仆人不会依着自己的愿望做事 不要认为神的仆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因为他们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控制 他们不会这么做 因为圣灵支柱在他们心里 每当他们误入歧途 圣灵就会告诉他们 他们完全感谢圣灵 神是绝对的 神讲道 一切行事遵循着道 你们必须认识到 即使他的仆人也不能做事随心所欲 一旦你们认识到 神统治他的仆人这个事实 你们就会信赖他们 你们怎么样 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吗 不 绝对不能 那些已经领受这年得赦的人 有圣灵的内住 所以当他们听神的道时 他们喜乐 他们的心能信仰神的道 他们愿意跟随神的道 信仰从他们心里喷涌而出 相比较 你们试试随心所欲吧 看看你们能否逃脱惩罚 圣灵会使你们心里难过 感到痛苦与悲伤 除非你们聆听神的道 圣灵会使用神的道 否则你们的生活不得安宁 因为你们心里也受折磨 圣灵使你们只能 圣从神的旨意 而不做其他别的事情 他把你们领进教会 使你们从神的仆人那里 听到神的道 你们真正希望忠诚地生活 在神的面前吗 你们希望做他的工作吗 那么请信仰神拆来的 这正式做神的工作 有些人全拨耶稣通过 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把我们拯救出了罪孽 大多数基督徒 不信神拆来的施洗约翰 换句话说 他们不信他的行事和见证 他们只信半福音 说什么耶稣只靠流血 和十字架上的死亡 赦免了我们的罪孽 但他们这么信 不能真正领受罪孽得赦 他们非但不能容身 这种信仰只是让他们 受到律法的束缚 这些人不能摆脱律法的恶 尽管神已经赐给他们律法 使他们通过律法知罪 靠信仰神拆来的耶稣基督 人类的救世主得救 有些人即使在听到 祖和圣灵的福音 和领受罪孽得赦后 彻又回到他们从前 只传播十字架上血的福音 即使在那里过信仰生活 这些人不是做神的工作 信仰神的道就是做他的工作 即使我们在踢足球 做神的工作 就是信仰被神兴起来的仆人 也是信仰神拆来的施洗约翰 和信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 换句话说 我们因性劳力 而不是靠我们流汗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旦我们得救 就不需要工作了呢 不 我们因为信仰才来到他的教会里 我们因为信仰才侍奉主 什么是做神的工作 就是信仰神拆来的 神已经在世上为我们拆来他的仆人 信仰他仆人所拳不得到 就是做他的工作 当我们信仰神的道 他便在我们生命里工作 他便喜悦 你们认为大家过虔诚的生活和不犯罪 就是做神的工作吗 当你们上街时 常常日间人们对着麦克风叫喊 信仰主耶稣 那么你们就能得救了 虽然这些人认为 他们在做神的工作 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为神做 做神的工作就是信神拆来的 谁是神拆来的 神拆来的耶稣和施洗约翰 神也拆来他的仆人 所以依赖神兴起的这些仆人 信仰他们全部的道 就是做神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阅读神的道时 我们必是信仰耶稣和施洗约翰 一起为我们做的工作 当我们信仰神的仆人 所全播的洗和圣灵福音时 我们就是做他的工作 当我们信仰被神拆来的 施洗约翰所担当的任务 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洗礼 担当我们的罪孽 担当我们的定罪 从死亡中复活 成了我们的真救主时 我们就是做神的工作 因此我们必是求做神的道 信仰神的道 我们必是听道 神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 听道信仰就来到我们 信道我们就做神的工作 我的信仰朋友们 你们应信得救了吗 如果你们确实 以应信神的道得救 那么你们现在应该 依赖神的教会 与神的教会联合 你们必是与他的教会联合 你们必是与神兴起的仆人联合 你们必是信仰神的仆人 全播的道 你们必是接受神的仆人 全播的福音 你们必是和圣徒朋友们交往 你们必是圣福地跟随神的道 这便是做神的工作 我们应该欣喜地做神的工作 要做他的工作 我们必是信仰神拆来的 我们不是靠自己做神的工作 而是必是信仰神拆来的 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荣生 跟随神 并领受他丰盛的赐福 信道就是信神和做他的工作 我感谢神 神说信仰我拆来的就是信仰我 你们信神吗 你们信仰神拆来的吗 你们信仰他的道吗 你们相信神安排在这世上的圣徒 是他自己的人吗 我相信神已经在他的教会里 兴起了他的仆人 我相信圣徒是义人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神自己的百姓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神的工作 我们应信神能够过上得福的生活 我们靠信仰什么得福呢 就是信仰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做的工作 信仰神兴起的仆人 我们能够领受天上所有的赐福 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疾病也能得治 我们也应信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相信时 我们将成为义的仆人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我们信仰时 我们将在身体和灵性上参胜 我奉劝你们大家 应信跟随神兴起的仆人 我衷心感谢神赐给我们的信仰 叫我们相信他拆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